副总统赖庆德出访帛琉 今天早顺利启程 在出发之前 赖副总统也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 提到这是台湾边境解封之后 第一场正式的外交访问 他也表示三天的出访行程 目标是完成蔡总统交付的三大任务 包括连结台博行仪 拼观光 更重要的就是促进台博两国深化交流合作 一身西装笔挺看起来神采奕奕 副总统赖庆德周二一早来到桃园机场 准备前往太平洋友邦帛琉 进行国事访问 这个也是台湾在10月13号 国境解封之后 我国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访问 出访前先在国门发表谈话 赖庆德知道自己身负重任 三天的行程拼外交 促观光 要完成蔡总统交付的三大任务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完成蔡英文总统 所交付的三项任务 第一个就是连结 第二个任务是观光 台博两国都是海洋国家 海上风光都非常明媚 第三个任务呢 就是合作 上个月双十国庆 波流总统会数人受邀来台 可见台博两国之间互动交流一向良好 疫情期间更发展出特殊的旅游泡泡模式 这回赖庆德领前回访 带着国内观光业者组成百人团 就盘在各方面都能深化交流 赖庆德一年之内出访了三次 出了今年一月的到洪鲁拉斯参加 新任总统卡司徒就此典礼 另外呢在今年七月也出席了 这个日本前手下安倍的一个家境 现在出访不留来拼观光 也为自己的外交实力来累积能量 以上是记者肖比特帅 我们在专门上的随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